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UNO LIV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UNO 赖宇农 您收听的是POP RADIO联播网 北部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陶珠苗FM90.7 好听广播电台 那今天为什么烧脑呢 刚刚坐了长途飞机 在洛杉矶落地 然后现在刚刚进来 那不是因为通关还是飞机有什么问题 是因为刚刚在飞机上面看了一部电影 Tenet 台湾应该是翻译天能 我记得 那这部电影其实在之前很多人就跟我讲了 就说这部电影看不懂 很多人就讲看不懂看不懂 所以我就在想说 感觉不是娱乐性的 那要找一个时间来看 刚好这次飞的时候呢 有点睡不着 我就想说好啊 不然来看看好了 那大致上我看得懂 但是说实话真的还蛮烧脑的 那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电影吧 其实我个人没有非常喜欢看电影 因为我有一点点这个幽暗空间恐惧症 我觉得 然后呢 我也不太喜欢会被这个剧情 就是影响拉着走 我很容易受到影响 说实话就是看到开心的电影 就觉得很开心 但是如果看到一些比较难过的电影 那真的会陷入那个情绪里面 就是我蛮容易受到影响 我觉得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念戏剧的关系 没有啦我就多愁善感我觉得 那但是我自己偏向 其实喜欢这种 有一点点悬疑科幻 或者是稍微要多想两层的这种电影 比如像这次这个Tenet 还有像之前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其实这两个电影我都还蛮喜欢的 就是它有很多的隐喻 或者是说有很多你第一次可能看不懂 可是后面你可能还需要再多看 那当然娱乐电影我也有看 其实像Marvel的系列 其实我也是忠实粉丝 就是我很喜欢看这种科幻的这种感觉 然后像 就是那天在这个巴黎的那个奥运的开幕 不是看到西林迪奥又重新出来吗 那又想到说 哇那个时候 铁塔尼号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生活中生命中 其实就算像我这么不喜欢看电影的人 也多多少少会看一些电影 说实话 那因为刚好来洛杉矶嘛 我在洛杉矶其实是来开会来出差 然后有很多的客户建筑师在这边 但是大家应该也都耳熟能想知道 就是洛杉矶还有一个好莱坞在这里 甚至你如果有来过的听众朋友 他不是仅仅是那个Sunset部落吧 那个日落大道可以去逛街购物之外 你真的会在路上遇到明星 然后他也会有一个专门的tour 很有趣 他就是会跟你讲说 我可以带你去看哪些哪些明星的家 所以在LA是一个电影产业 可能是算很集中吧 也很发达 然后算是一个摇篮的地方 当然包含就是可能早期 有很多的片在这边拍 或是什么 所以这里其实集结了很多专业人士 我必须这样讲 其实一个电影的组成 当然从编剧 从导演 从各方面 其实涉入的专业非常非常多 随便一个专业 其实在美国 因为美国的电影工业很庞大 所以随便一个专业 它其实就是可以发展成 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职业 甚至比如说像现在在AI浪潮来临的时候 比如说很早很早就有CGI 像我们现在在看电影 比如说像我在看这个Tenet 老实说我有很多时候就是走神 在考虑说他到底怎么拍的 就是他到底用了多少的这个动画 还是说哪一些是真的拍 如果你有看那个少年拍的那部电影的摸摸花絮 你就觉得这些演员其实还蛮伟大的 因为他们真的就在很大的游泳池 然后后面整个是绿色背景 然后在里面拍 然后最后才把它合成成真实的海浪的情节 好所以每个人看电影呢 其实看的点都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纯粹就娱乐效果 但是也有一些人 像我可能就喜欢看烧脑的部分 有些人可能会看一些这种专业部分 但动画到底是怎么样 有些看一些彩蛋 那你都看哪一些部分呢 其实这个电影里面真的是 有包罗各种不同的专业 那我们今天其实采访的这位推白逼呢 他就在电影里面呢 是一个很特殊的专业 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索一下 在这些我们看不到的电影的幕后 还有哪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专业跟故事 好我们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呢 是一位特效化妆师 陈威颖 Zoey 老实说就是我刚才跟他出见面的时候 你光看他的外表 你不会把他跟这个专业联想在一起 因为我们在看电影或是看影集 反正各式各样你在想到特效化妆 你大概想到的都是一些比如说受伤啊 可能头断掉啊 然后甚至有一些是更入骨更血腥的 像什么尸体啊 那如果比较好的可能想象的就是 像魔戒里面的伴兽人 这些其实都是属于特效化妆 所以他的涵盖面其实非常非常的广啊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陈威颖 他其实是念原治大学的资讯传播系哦 就是一个完全不相关的 但是是什么样的因缘忌讳 让他走上这个特效化妆 以及就是他最后为什么决定回来台湾 那目前台湾在特效化妆这一块 又发展的怎么样 就是台湾其实很多的电影产业 其实大家也知道 虽然是在华人圈里面 华语的这个产业里面 其实台湾电影是蛮重要的 那这些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一起来跟他聊一聊 特效化妆 聊一聊电影的部分 甚至未来这个产业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好那我们尽管要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UNO LIF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UNO 赖云农 那我们今天呢 请到的是一位特效化妆师 陈威颖 陈老师 哈啰 Zoe你好 嗨 云农你好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好那今天呢 很高兴请到 Zoe来到现场 那我们先讲一讲就是Zoe她其实 她的这个本人跟她的作品 其实有很大的反差 如果大家稍微去看一下她的这个报道 就会发现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证实 真的有蛮大的反差 那我们先讲就是特效化妆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都有国际冠军 这件事情原来也有国际冠军 就是Zoe其实是这个 IMATS国际化妆大赛的学生组冠军 这个是什么比赛 这个是应该说在化妆界里面 学生毕业之后一个非常向往的一个比赛 是因为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学到很多的技术 可是这个比赛它完全是可以让学生毕业之后 发光发亮的一个平台 OK好 所以呢就是我们等一下聊一聊Zoe 就是怎么走上这条路 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反过来证实 就是说她去加拿大念的书 在温哥华嘛对不对 念的特效化妆 而且在所谓这种学生毕业希望晋升的殿堂 你已经得到了冠军 那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在国外工作了吗 在国外工作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主要是这个领域呢他非常的在意connection 还有你的人脉啊 对还有那个union 工会 工会的你一定要考进工会里面才有机会到现场工作 但是因为这个工作呢 大家看到的好莱坞电影 你们会知道说会有化妆师去现场化妆 对对对 可是其实背后有另外一群人 就像我们现在的工作 我们会是在工作室里面去做很多翻模啊雕塑啊 对所以他其实区分的蛮细的 了解了解好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 当然就是你要也可以啦 因为其实你已经得到冠军 有一个名气在嘛 而且就是可以进好莱坞工作 但北美的确他的工作环境比较特别 就是他会有工会啊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保障 对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 那反正最后你就是回到台湾嘛 好那这边跟大家先科普一下 就所谓的特效化妆 其实跟我们想象的那种电影里面 把我们画的美美的不太一样 我可以想象是像 比如说像阿凡达是化妆的吗 阿凡达他们有先设计出来 然后也有实体的先雕塑翻模出来 去看整体的样子 然后他们最后其实都是用电脑特效去做 再加电脑特效 所以现在我们活在一个就是 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但我也不应该说真的或假的 因为他其实最后就是一个电影 他就是一个作品 最后呈现 那譬如说像伴兽人呢 魔戒里面那个伴兽人 那个是属于特效化妆吗 对 魔戒里面它有分很多层次的 就是你看到很远的那个是电脑特效 然后中段的可能是化妆 没有那么细致的伴兽人 那前面的话就会是比较精致的 那如果大家有看阴尸录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很多僵尸 它的细节是很细致的 可是有一些那种身体断掉一半 躺在地上的 那个也是特效化妆的一部分 但那个会比较是属于特殊道具的部分 就是不是活的演员的 也站在你的范畴里 对对对 好其实我刚才刻意就是想说 我们可不可以讲一些比较阳光的 比如说就是 但是魔戒好像也没有很阳光 因为特效化妆很难阳光吧 都是一些恐怖恶心的 没错 但是我就在想 我就说假设比如说 我是一个好莱坞演员 然后我audition上一个就是角色 就是我演过魔戒 他说哪一个角色 我演过伴兽人 哪一只般少人 很难阳光 但是的确就是Zoe她其实她喜欢的东西 你上次在一个访问里面讲过 你比较喜欢一些阴霾的感觉 我喜欢恐怖阴森的 然后其实近期有一部 大家都可以期待的一个电影 叫做快乐小丑 然后它是筷子手的筷 它已经出了第三集了 然后我现在就在等它出来 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真的是恶心到 我自己可能都要先暂停 然后再往下看的那种 但我就喜欢这种 如果有你这样的背书的话 这部电影就是我连看都不会看的 就是海报我都会直接略过 因为你的那个得奖作品 青蛙王子 他很美吧 他没有恐怖 没有恐怖 但我们聊一聊 就是你在心目中 就是一般人觉得很怪的东西 跟你觉得很美的东西 你自己怎么定义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的审美观 当然不是 很难去符合大众认为美的地方 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是看的角度不同 譬如说我们在研究尸体的时候 大家一听到尸体两个字 就好恶心 但我们不会觉得恶心 而且我小的时候就不会害怕 看到比如说动物的尸体 或是肠子被轮胎挤出来的那种 我就会蹲下来 然后很仔细的观察说 原来肠子是这个颜色 所以我们在看到尸体的时候 我们会去看很多细节 譬如说它为什么身体是浮重的 为什么青金颜色会变成有点黄绿色的 它会在什么环境下 好我稍微要打断你 我先去旁边吐一下好了 可以吗 麻烦你让我吐 如果照你这样子 我们回过头 因为我要防止就是 那个听众就是太快转台的话 对这样讲回来 你那个格林童话的那个青王王子 我觉得蛮美的 优雅的 很美极了 但是的确就是说在 刚刚你提到比如说特效妆这件事情 因为就很难不去触碰 比如说受伤的妆 比如说这个可能 比如说开膛婆夫 因为它就在电影里面就要呈现 那可是要怎么样拿捏一个恰到好处 就是说 因为说实话 我们并不会真的没事看到这样子的画面 所以它在电影上出现的时候 你只要让它相信 对它就是这样子就好了 你不用真的到写实吧 这要看电影的导演美术 他们最终目标是什么 因为有一时候拍鬼片 或是拍这种写实的 其实是可以用镜头去带过 或是骗到观众就好 对 但如果你今天是拍医疗剧 你就是要去呈现真实样貌的话 你也不能够用片的 懂懂 对所以其实是看电影的需求 好 因为以前我有一个蛮喜欢的影集 是那个CSI就是 犯罪的 犯罪的 然后他其实就偶尔会有一些解剖 那个大概是我的最大限度 那个是真的演员吗 还是那个其实有可能是道具而已 不一定 也要看拍摄的状态 就如果今天是身体胸腔被整个切开的那种的话 那种他们就会做整具的假人的道具 但是他做得很像真的人 了解 你要晕倒了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都还好吗 好所以我只是确定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比如说像这种受伤的妆 那如果在受伤的妆 我们已经讲到这样子 那老妆就还好了吗 对不对 老妆其实是难度最高的 是吗 因为越写时的东西 你说比这个死人妆还要难 对对因为死人妆里面 我们顶多看到湿斑嘛 或是湿水啊这种 那个是不规则形状的 所以颜色你可以自由变化 但是如果老妆的话 你要能够做到非常写实 而且不让别人看得出来 其实这才是最高难度的 所以其实真正在现在的业界 能够真的把一个老妆 做好的不多 所以老妆反而还会有更多的考验 是吗 是因为 听众朋友大家安心 就是说要变老比变死 还要难一点 好所以老妆的话是怎样 那往下坠的那个线条 其实要画的自然 要雕塑的自然是最不容易的 还有这个人的表情 所有的会不会挑眉 会不会有抬头纹 会不会有鼻子中间的纹路 眼尾鱼尾纹到底会怎么走 那个都是很细节 然后甚至连最后头发假发的真实感 那我请教你 就是以我为例子好了 就是你看我 假设我画一个老妆给你画的话 就画到八十岁这样 你觉得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 画一个老妆 你要看哪一种技术 你要看如果只是一般的 像吹皱胶黏上去的那种的话 大概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 但是如果是另外一种 更进阶的技术 就是贴甲皮的话 那个的话就是前期制作 我们会在工作室里面 要雕出你皮肤未来老了之后 下坠的样子 那那个贴上去 大概也是两三个小时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有看一些 就是好像discovery还是什么 就是那种 就是幕后花絮 这有一些好莱坞的演员 他们真的很辛苦 因为比如说他要演老的时候 那个都要做很久 然后他可能每一天上戏 他就要带一次带一次 这样子 对 甲皮用完了就不能再用 就不能再用 就你隔天又要用一块新的 不过就现在那个 是不是那个美图 还是什么 有一些AI 他可以直接就把你变老庄 那如果就是拍电影 可以这样我们也很开心 啊真的吗 可是在这样子 你不是就没有工作了吗 因为这真的是 一个很大的工程 最可怜的真的是演员 那可是我很快的问 就是比如说 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了 就是现在不管AI也好 或CGI也好 就是这些 computer graphic 其实是很先进了嘛 那到底用这种做的 跟你们用实际去翻模 手工做出来的 拍出来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呃 现在我们特效化妆 跟后期特效 其实是结合的蛮好的 主要是因为 很多东西我们做 还是比较快 比如说 呃 你要做一个脖子 被切开之后喷血 当然你可以用AI 或是你可以用后期的 去直接做出一个 切脖子的伤 但是呢 血的部分 嗯 就会是 呃 我们做会比较快 是因为 我们只要让把血 喷出来就好了 可是呢 后期可能就会需要 花很多时间去算 那个液体的 那个图 对 所以 当然也要看 就是总体预算嘛 预算不够的时候 那当然是人工最快啊 啊 OK 好 所以唯一的缺点是CGI 可能还更贵 好 各位听众朋友 就是我现在的那个 脸前的反差真的很大 因为肉依真的是一个 很有气质的漂亮的女生 然后就是 你就一直在听她讲 就是头断掉 然后血喷出来 然后清晶暴露失败 我现在就是在一个 很巨大的一个冲击里面 好 总之我们先进广告 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再回来呢 可以聊一些阳光一点 好了 我们聊一聊这个产业 还有什么有趣的部分 好不好 所以不要转开 呃 我们休息一下 进广告 马上回来 UNO LIVE光听你说 陪你将理想 变成现在进行事 欢迎回到UNO LIV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UNO 莱宇农 那我们今天现场 有一点点的这个阴霾 这个是我们请到特效化妆师 陈维颖 Zoey 哈啰 Zoey你好 嗨 云农 你好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正在承受巨大的这个冲击 因为就是Zoey本身是一个 非常有气质 漂亮的女生 然后她一直在跟我讲爆头啊 然后那个头断掉啊 然后血流满地 肠子是什么颜色 好 听说跟你学这个特效化妆的 很多是女生是吗 对 清一色都是美少女 都是年轻女 而且都是美少女 是这样子是吗 对 那这样讲可能就会帮你招募到一些 男生的学生啊 但我觉得男生真的是看到血都会很害怕 可是女生 我就会越教越恶心的伤口 然后他们就越来越兴奋 突然有一种不知道怎么继续 你知道我连打针 我都不敢自己看自己打针的 但是打针我也不敢啊 我是会晕针的人 所以我也会 我很害怕打针 OK thank god 所以好我们还是正常 但我喜欢看爆头 你喜欢吗 好 好所以 我们先稍微整理一下我的理智 就是你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最早其实是跟着很喜欢看电影的一群学长学姐们一起 然后到了大四之后 因为大家学长学姐都毕业了嘛 没有人当社长 那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就来当社长好了 电影社是吗 电影社社长 那你如果当电影社社长 你就要办很多影展嘛 要挑选一些特别的电影让大家看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就专门挑一些很诡异的 然后就越看越着迷 结果后来看一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脑袋里面就突然冒出来说 其实因为我是念资讯传播嘛 所以也会有学到怎么拍电影 拍影片 可是我就只是突然想到说 到底是谁去把这些角色做出来的 然后这些写啊 这些奇幻角色啊 很特别 所以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小小的东西植入到我的脑袋里面 然后我就开始网络上查 说我到底可以从哪里学到这些东西 那当时其实在台湾的时候没有什么资源 没有什么学校 的确啦 以电影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专业 我突然开始有点怀念就是 以前的电影就是比较纯朴 然后所有东西都是不是电脑做出来的 真的 我们也是最近我在看电影的时候 也是有一种感觉是 很多practical就是实际特效的东西 其实你真的都感觉到它的真实感 那个质感就不一样 其实我有问过一些演员 就是对他们讲最大的差别是 譬如说如果这东西是在片场里面真实出现的 这个人他就是化成一个老的样子 或者真的就有一个尸体在旁边 会帮助演员比较容易进入到那个状况 这里一定的 那如果说他其实全部都是后制的 其实他在演戏的时候 他就会承受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 他其实不知道在跟谁演嘛 是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关乎到 譬如说导演他自己本身有没有想象力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台湾做案子啊 你会很明显的发现到说 就是有时候我们一起合作过的 一定要画出来给他看 看到实体的他才会想象的到 所以其实后期这个东西都是蛮考验演员的想象力 也考验你的想象力 也考验对啊 整个剧组的想象力 所以其实单纯啊 如果我们今天就是讲说这个东西的手工 或者说这个东西的专业度的话 比如说以伴授人 其实要做出这样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能力跟美感 是没有错啦 因为这个东西你叫我做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嘛 所以这东西是你们当时在学校学的时候 就是学怎么去从想象 把它变成是一个真实的物件吗 对 其实在学校的训练里面 没有老师会设定你只能做什么 或不能做什么 所以他其实是完全的开放给你 你自己想要做什么角色 你就可以做 但这个如果是到现在现实的工作来说的话 你不能把它当创作 对因为每一个剧本有它的方向 然后每一个导演或是每一个美术 对于这个角色有一个方向性 所以变成说是要完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那这个跟其实念很多设计 有一点点类似啦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练习你的技能 或是什么 你可以天马星 或你可以说这是一个火星来的鱼 或是什么 那因为你有什么样的concept 你想要它长一个很大的棋 或是什么 但是因为真的到了这个片场 或是说真的到了一个真实的project的时候 就是要看他们想要什么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 在两岸三地 比如说台湾也好 大陆也好 甚至在美国 好莱坞 不同的地方的电影文化 工作起来的感觉 有什么不一样 在美国的话 我们就是真的非常专业分工 如果我今天是负责头发 我就是只负责头发 那头发还有分很多 你可以是做假发的部门 专门勾毛的部门 然后雕塑的部门 或是翻模的部门 其实是因为市场够大 所以大家才能够专业分工 但是在大陆的话 可能什么都要会 什么都要做 但是以制作规格来说 我们还是算比较专业分工的 就是我在大陆工作的经验下 那在台湾的话 第一个就是市场相对来说 真的小非常多 所以他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资金去 你只做雕塑 你只做翻模 所以变成说在台湾 大家不仅仅要会特效化妆 其实你现在在所有认识的特效化妆室里面 大家都还要接妆法 就全部都要包起来这样 就整个剧组 所有人的妆法 你也都要做这样子吗 对 但是我自己是一直秉持着 就是专业分工这件事 所以我从接案开始到现在 我是从来不接一般妆跟头发的 我是觉得他们有专业的人做的话效率会比较高 当然 然后我就是专门把特效化妆这个部分做好就好 所以就是说在美国的话 就是这个专业小的 我可以名片上印说 我就是这个特效化妆的勾毛师 对对没错 就真的很细的 然后在台湾的话 你只希望就是至少特效不要逗点化妆 就是特效化妆是一个字就好 对没错 就是只要找我做特效就好 OK好 那到目前为止 譬如说在台湾有完成过哪一些作品吗 就是真的是在台湾做的是哪一些 因为我有一阵子没有在接案子了 但是大家会知道的就是返校 然后地球分局 是是是 对然后还有前阵子在电视剧里面叫 我家浴缸二三室 对他是做一个人鱼的 然后我们是真的让这个人鱼可以在水下面游 那在特效整个的这个专业 你觉得最困难的会是哪一块 比如说整个职业的过程中 我觉得这个产业持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还是蛮不尊重专业的 对因为我在刚回台湾的时候 大家其实对特效化妆这个职业是不了解的 那我觉得经历过这么多年之后 我发现很多的制作公司还是不理解 当你想要做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必须给时间 你必须给预算 才能够让我们好好的把东西设计出来或做出来 可是很多现在在业界持续听到的故事就是永远都是预算不够 那我们大家也会觉得曾经的热情啊 曾经或是你现在持续想要努力的那个动力来源 有的时候就是真的会被市场给消磨掉 这个好像其实你讲的是台湾的状况嘛 其实现在大陆也是一样的状态哦 了解了解 所以就是在华人这个区域的话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专业的理解度其实还没有那么高 然后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就不会扁列预算了 应该说大家对于这样的技术不是那么的了解 不知道说为什么材质上会有不一样的价差 不知道说原来人工雕塑这么的贵 不知道说原来你是要设计一个怪物出来 其实你是需要花十个人的力气 对对对 那你就是下次你就可以谈完之后就说 哦那不然你们找CGI啊 然后就飘走 CGI应该更贵嘛是吗 对也要看啦 不一样的概念 嗯嗯嗯对 好那既然在东方啊 就是整个华人圈这边比较不成熟 而且对于这个产业也比较没有那么的尊重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决定要回来台湾啊 其实我当时是两岸三地跑 然后我一边在北京有工作 但因为当时就有媒体报导出来 我得奖的新闻嘛 所以那时候就台湾有一些 从广告啊MV开始 就有一些导演很想要创作的东西 我就是专程从北京飞回来帮他们做案子 嗯嗯嗯 那后来就真的才意识到说 哇原来台湾很缺这个部分 然后我就在台北开了一个工作室 那一边接一些小案子 然后一边就开始教课 哇OK了解了解 好那除了电影之外 就是这种特效的化妆 就我们刚讲的有一些是尸体啦 然后可能是伤口啦老人 还有哪一方面也是需要用到特殊的化妆 我近期比较少在做电影案 但是我近期在做东西也让我大开眼界 是吗是什么 对就是我现在在帮像紧急救护学院 帮他们去做医学模拟 哦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切开来给大家看 然后请你做一个切开来的样子吗 就是这些紧急救护人员他们会需要看到一个伤口的状态 然后去制造那个急迫性 让他们去反应我看到骨折我要怎么处理 我看到喷血我要怎么止血 哇OK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实际模拟的概念 就是你要帮他模拟出那个状况 对然后我就也觉得哇原来我的领域 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医学模拟 然后其实是为了要让他们未来可以救更多的人 嗯这个很有意义耶 而且这个是好事就是因为以前 比如说救火就真的要放个飞机在那边烧 然后比如说如果救人 总不能够真的把一个人骨折打断腿 然后我们来救他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模拟的话 他在一个实际的东西上面可以看得到 他可能会更有直接的感觉 嗯对 好那我们今天在现场的呢 是特效化妆师陈威颖陈老师 Zoe 那我们进广告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再跟他聊一聊这个特效化妆呢 在台湾或是说在未来呢 还有一些什么样可以发展的地方 Uno Life光听你说 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Uno Lif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Uno 赖雨农 那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是 特效化妆师陈威颖陈老师 哈喽Zoe你好 嗨雨农你好 嗯好那其实特效化妆师一个很专精的专业 我必须讲因为其实可能真的人数并不多 嗯那现在其实陈老师是有开班授课的 对不对嗯其实我教课也蛮长时间的 从我25岁回台湾之后我就开始教课到现在 那大概教了多少学生啊 我觉得算一算应该也有个上千吧 哦这么多人啊 嗯所以但其实并不是所有人学完都会走上这条路对不对 对因为有些人是压力太大想看一下写所以就来上课 对对对等一下什么意思要压力太大 上这个课是可以疏压是吗 对因为有一些我的学生就是像一般上班组啊 那近期的话比较多是一些156岁的年轻学生 他们对这个专业很有兴趣 所以希望未来可以出国发展或进修 那有一些学生他们是医疗人员 哦那这个涵盖面很广耶 因为就是专业的人员 比如说医疗人员 嗯然后可能有些人他是想要走这条路的 对或者是还有化妆师 他原本只会彩妆 那他就是来学一些精进的技术 比如说怎么做假皮啊 怎么做老妆啊这种 那他就可以在他的工作上也有运用到新的技能 哦有有有make sense 然后我觉得来上我的课 我每次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都会很兴奋一直拍照 然后就上传到IG啊脸书嘛 就后来我就会说你就继续发继续po啊 因为到时候你就会没有朋友 而且这个不会被IG就是tag sensitive 会我跟你说 因为我的脸书还有我的IG 常常会po一些很写新的东西 然后我的脸书有一次被ban了两个礼拜不能打开 嗯嗯嗯 他就是锁住你的账号 就说你发了一些太过于写新的东西 然后IG的话它是会有一个那个雾面 会需要你打开才可以看对 但脸书它就是直接把你ban掉 ok好那等一下提醒我就是不能follow你的脸书 但是那个ban掉对我们业界来说就是一个荣誉 因为你做的真的太写实 ok好就是你的桂冠好我懂了 好那后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计划 或是你觉得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挑战啊 嗯我近期就是比较专注在做医疗这方面的训练 对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发展 还有最终目的是帮助别人嘛 因为拍电影其实你最后只是为了这个电影要上映 然后电影好不好看对我们来说技术人就是我们只是帮我们工作做好 所以其实我现在现阶段主要是觉得嗯就是有做到一些社会回馈的件事情对我来讲 我觉得成就感是大过于以前做电影的 而且这个有稍微回答我们刚前面的问题对不对 就是其实因为现在电脑啊或CGI啊或像甚至手机的一些APP 他搞不好就是可以做一些些微的 我突然讲到AI这个我突然想到我还有协助一个医生 嗯他是在研发AI扫描技术然后去扫描出这个伤口 是不是可以被认可为什么样的伤口 所以我帮他做了一个烧烫伤的甲皮 嗯然后让他能够放在一个甲腿上面 然后这个AI的这个镜头就去扫描 他就真的可以扫描出来说哎这边是没有皮的 这边是有水泡的 是 所以我就觉得嗯其实哦原来我的产业也是可以跟医疗跟AI 现在有开始有这样子的结合我觉得很有趣 以假乱真 所以我刚才其实访问你之前 嗯我其实看你的资料 我以为AI会是你们的敌人 嗯但其实你才是AI的敌人 因为你骗了他 而且我们还要训练AI 就是AI还需要一段时间成长 你需要给他正确的指令 他会学习那个指令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 我们的产业现在还不至于到会完全被取代 哦好就放心了 那比如说如果想要走这一行的人 你觉得大概什么样的特质是比较适合走这一行 我觉得第一个你一定要对于电影 对于这些制作的东西你要很有兴趣 嗯嗯对就比如你要喜欢怪物啊 你要喜欢奇幻类的 平常就会看这些东西 对就你可以先喜欢 你先培养自己说我喜欢看这些东西 是那你可以再来去研究说 哎我想要学怎么做出来 那做的过程是辛苦的 因为他都不是速成可以完成的 所以也是要很有耐心 然后你除了有耐心之外 你还要不要怕东西做错做失败 你要一次一次精进 因为他是非常手工的 所以你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练习 然后另外一点是因为这个技能 他所有的过程都是不可逆的 真体只要翻磨了这个油土就损坏了 那你就是有一个倒磨了 在不可逆的情况下 你步骤一定要完美 才能进行到下一个步骤 也是一系列追求完美的过程 难怪你可以得到这个全世界 第一个华人的这个冠军的头衔 好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呢 是特效化妆师陈威颖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你来採访 我们的采访 然后也带来很有趣的故事 就让我们知道了原来 这个特效的这个化妆 不是只是我们在电影中看过 闪过一两幕就是死人尸体 这么简单而已 背后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工作在里面 那当然如果有些听众朋友 如果对这个事情是有兴趣的 不管你要走这一行 还是你想要输牙 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那也欢迎上陈威颖老师的 社群媒体去查一下 你就可以找得到他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你 谢谢 谢谢云能